请听题 这门已要用力关 关不上 A.否定 B.否认 C.否决 D.否则 好的,正确答案是D.否则 做对了吗? 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这个句子的整体意思吧 这门你要用力关 否则关不上 这门你要用力关 否则关不上 这门你要用力关 否则关不上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否则的用法吧 否则常常和除非一起用 除非 否则 除非有奇迹发生 否则我们输定了 除非有奇迹发生 否则我们输定了 除非有奇迹发生 否则我们输定了 除非你现在开始努力 否则很难通过考试 当然,有时候我们也可以不要 除非 比如说 否则可以说 否则算是否则なく 事实 否定了他的看法 在这儿 否定是一个动词 否定也可以作为形容词 比如说 很遗憾我们得到了否定的答复 很多学生不知道否定和否认有什么不一样 刚才我们学习了否定可以作为形容词 否定的回答 否定的回答 否认的回答不对 好这是第一个区别 第二个区别 否定否认都作为动词的时候 我否认我很胖 我不承认我很胖 否定的话不对 这是否认 更多是相对于自己 否定更多是相对于他人 明白了吗? 下一个词是否决 否决 国会否决了这项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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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会否决了我们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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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决 类似于拒绝 好的今天我们又学习了四个词 否定否认否决否则 要是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一定要留言 谢谢大家的观看 明天见 再见